大家好,我是Yuki 这个是两个月前的视频 大家也知道近两年来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有多疯狂了 再加上我的拖延症 近期才把所有的视频给整理出来 今天有幸收到邀请来奥兰多会展中心参观 奥兰多会展中心是全美第二大的会展中心 每一年都有无数从世界各地来参加会议的商人 和各种大大小小无数的商业会长 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 我只能停在周边 幸好有这种人力单车 小哥收我15块美金 我可以省去半小时步行时间 也不需要在太阳下曝晒 还可以吹着小风好好地参观一下会展中心外围的风景 Yuki姐姐在佛中 这几天的展会主要都是由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开发商来展示他们的产品 所有的产品都围绕着我的老本行 房子 从房屋外建筑材料 屋顶的瓦片 外墙的石砖 到房子内部的建筑材料 厨房浴室的台面 橱柜 水池 水龙头 地板的瓷砖 木地板 楼梯扶手的款式 所有的家用电器 应有尽有 难怪每次会展都是好几天 没有个两三天你绝对参观不完 身体性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你看这个是Don Kitchen & Bath Products 它是三番市的一家公司,它的历史已经有20多年了 这个老板是我的算是前辈好朋友 他今天就是受邀他们过来参观 所以我才有机会第一次到会展中心来参观这么大型的建材的会展 本来我今天是想介绍一下,请他过来介绍一下他们公司的 可是他实在太害羞了 所以他就委托了他的公司的市场总监Nelson冯 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Nelson这位是冯先生 让他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些产品 还有这个公司的简介 Nelson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Nelson 今天我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公司的历史 还有我们公司的产品 还有我们未来的趋势 那Nelson我想知道你们公司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呢? 我们公司大约是有接近20年的历史的 我们初初起步的时候是在三番市成立的 现在我们公司就在西湖市 我们公司有超过二万多尺的仓库 还有我们office是每天可以处理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的order 那你们是不是每一年都会过来这边会展 还是隔几年才会来一次?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是隔几年是会来一次的 比如像上一次这样来讲 我们上一次就是2018年和2019年曾经来过这个Lando市 是的 那譬如说如果我有客人他不是在Florida 他是在其他州比如说西雅图 那可不可以上你们的网站去买你们的产品呢? 可以 我们的网站是包括很多我们的产品的资料 和价钱 那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不同的产品的优质图片 和可以比较价格 那如果是那些客人他们在网上自己订购这些产品呢? 那你们是否包括他们安装呢?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的产品是有非常准确的说明书的 所以一般来讲的呢 我可以说我们的产品是可以很容易地 给一般市民或者是有经验 有网站的专业师傅来安装 那当然啦 那我们当然是会比较上推荐一些专业的师傅来安装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请Nelson大概去介绍一下他们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好吗? 我们公司的产品种类繁多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解一下这套 这套买得非常之好的一套 水槽和龙头的结合 这款龙头集合时尚 和非常之迎合潮流的颜色 设计方面是依照潮流的趋势的 大家看一下这一款龙头的特色 这款水槽也是我们买得非常之好的一款水槽 它可以配合很多这个配件来到 充分发挥得到这款水槽的功效 譬如好像这个cutting board 是非常之迎合一般家庭的需要 那譬如好像这个盆中盆 亦都是充分显示到盆中盆的功效 这个亦都是我们公司里面 非常之有特色的一个产品 它是叫做drink mat 那当一般客户 当一般客户 它有点蔬菜 都一般客户 它有点蔬果 事实证明做视频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Nelson从这里开始就一直在卡带了 为了视频的流畅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们的多功能水池 除了之前看到的配套切菜板盆中盆以外 它这个配套的量干架也非常容易清理 很有特色 也是它们的主打产品之一 最重要的它们还有这个配套的隔盆 可以有效的隔开防着刀叉 掉到水池里而引起的刮痕 下一个我们介绍的是地漏水槽 这个水槽设计新颖 有23个不同的款式 尺寸有5寸到59寸不等 满足客人不同的需求 用的材料方面也是很有优质的不锈钢材质 颜色方面除了传统的不锈钢颜色之外 还有比较新颖的雅光金色和雅光黑色 雅光的颜色比较现代化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比较抢手的 这些都是它们的水池 它们有不同款式不同尺寸不同材质的水池 琳琅满目 这些水池来设计一个更富有个人品味的独特的洗手间 我个人比较喜欢中国风的这个青花池 像我们有时候做短租房屋的装修的时候 就可以拿一个这个 来打造一个中国风的客房 会很吸引老外 这些水池大概价格在200美金一个 如果你需要大量的货源 可以跟他们公司开一个账号 那这样就会有个长期的优惠 我会把他们公司的资料放在最后 以便大家挤图 它们还有橱柜和水池一体的像这种 像这种干化玻璃的浴室门感觉也是很酷的 它这个挂件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设计 有不锈钢的 然后哑光的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这种 这种哑光黑 还有金色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现代化的设计 铃鱼头它有这种比较大的这种花洒 这样子的话水会比较多 那你需要把你的水的那个冲进调到最大 这样子它的水出来的会比较爽快一些 主打都是那个星是吗 好的时间快到了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